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那您是在香港目前是在金融业还是科技 对 我在一间科技金融 然后做海外市场这样 所以就是仍然必须在 听起来很震惊 对 很震惊 所以在这样子的时候仍然 你是平常就一直在香港吗 还是需要来来去去 我平常会比较常出差 但是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 所以主要都还是待在香港 我就一直待在香港 那边的气氛怎么样 就是现在防疫的生活或气氛 好像学校都还没有开学嘛 对不对 对 现在其实大家在 主要都work from home了 然后大家也都不会上街 所以其实刚过去以前 香港那种很拥解的感觉 其实还蛮多的 那您大概知道台湾目前 大部分上班上学还是持续啦 对啊 所以我觉得台湾 这次的整个疫情仿佛 是表现非常的好 不过可能就是 大家还是要小心啦 对 还是要小心 对不对 然后政经我看了你的一些介绍 就说你觉得政经 会选用政经这个 这两个字是有意义的 对 因为其实上次新雅 也大概介绍了一下 我们的频道叫做听书 然后我们两个会一开始 这样做这个这样子的频道 其实是因为新雅跟我两个人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但我们两个阅读的书籍 是非常不同的 然后像我就是比较是一本政经 就是喜欢看的东西 都是像商业书籍啊 社会科学等等 就是觉得很多事情 都会有step one two three这样子 然后或是有些框架 可以去解释 但是新雅就是那种 比较软性的人 他就是很感性 他喜欢看的东西 就是绘本 然后小说等等这些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决定 两个那么不一样的个性 然后也开了一个这样的频道 但是同时间 我们走跳的时候的名称 也是跟着我们的个性 跟书的风格来去做搭配的 是那今天你为我们介绍什么书 其实对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书比较不同 就是我今天会介绍一个绘本 这也是因为最近 我觉得香港整个情况是很悲 怎么说整个气氛是不怎么好 然后再加上我自己本身 最近也遇到了一些挫折 然后包括失恋等等 所以我以前不太会阅读这种软性的书籍 但就被新雅推坑 就开始觉得像这样绘本啊 或小说等等这种软性书籍 其实是很疗愈的 所以我今天想要介绍 我打个岔 你失恋或受挫折的时候 才要读软性的书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我如果失恋或受挫折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读软性的书 因为到处都会触碰到情感 我失恋的时候喜欢读商业书籍 真的 失恋的时候读商业周刊 感觉自己很powerful 你知道吗 所以这可能是人受挫折的时候 人受挫折的时候 可能就会想要跳离自己原本的轨道吧 从你刚刚说的给我的启发是这样 因为我就会完全读不像那种科学啊 这种书 我就想要看一些正面能量的书 好那你今天跟我们介绍的绘本 这个白猫黑猫 虽然大家目前听声音看不到绘本 可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到书店去找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的图画其实是非常的有味道 那我们就来听听正经怎么跟我们说这本书好吗 好 其实这本书是很适合送给现代人 就我觉得是现在 尤其是social media这么的发达 你其实在IG上面会看到很多不同的 就是过得生活非常好的人 那就会常常会跟外界去比较 然后反而去忘记自己的价值 这样 所以这本书是我觉得适合所有的现代人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书的内容 其实都可以到我们的IG上面 有一些书的小小解图 那大家可以一面看着那个书 一面听着我这边的一些介绍 所以搜寻你们就是在IG上面找听书吗 听书对 那你们只有IG吗 你们知不知道IG对老人来讲很困难 Facebook也有 但Facebook好像没有这个绘本的图 但是IG上面有这个绘本的图 你知不知道对于 其实像我这个年纪的人讲 IG已经是外太空的东西 真的吗 OK好没关系 那大家可以试试看 IG叫做Instagram 就是脸书 就是你的孩子觉得 不想被你看到的东西 就会开一个IG 简单讲就是这样 我要跟我领重介绍一下 那你现在可以问你的孩子 反正他现在也不会出去乱跑 跟聚会啪啪走的话 应该就在你视线可及的范围 你可以赶快问一下IG 就开启你的新人生了 好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小的图 那这一开始其实就是一只白猫一只黑猫 那我就大概介绍一下这本书 然后我会简单讲里面的文字 然后以及我对这个的一个解释 好的请 有一只白猫与一只黑猫 白猫喜欢黑猫黑黑的猫 黑猫喜欢白猫白白的猫 这两只猫经常待在一起 尽管如此 当它们在一起的时候 蚱蚓 蚯蚓 小鸟 总是先注意耀眼的白猫 所以一起观场夕阳的时候 黑猫也忍不住的说 白猫你变成彩霞的颜色了 好美 可是我还是黑乎乎的 黑猫逐渐感到自卑 它忘记白猫喜欢黑猫黑黑的猫 夜晚上路的时候 白猫找不到它 而黑猫不发一语 陷入沉默 终于黑猫决定离开 它自顾自的伤心 但没注意到的是 白猫始终跟在后面 就陪在回头不远的地方 走到一片大花海的时候 白猫说 在这么多美丽的花儿里 最醒目的就是黑猫你呢 这时黑猫终于注意到 自己独特的地方 也明白 就算处在缤纷的红黄蓝里面 白猫眼中依然专注地看着自己 我是黑猫 这是一翻页之后 这几个字映入眼帘 简而有力的文字深入人心 可以感受到它最后的一句话 我是黑猫 就在这一刻黑猫成为自己 不再需要别人定义 有一只白猫与一只黑猫 白猫喜欢黑猫黑黑的猫 黑猫喜欢白猫白白的猫 这两只猫经常待在一起 就是这整个的绘本 是 那你为什么喜欢这本书 其实 当时我看到这本书 我觉得给我两个 主要我觉得是想起我最近的感情 刚结束的感情 因为其实我的前男友是一个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人 然后不能说他比较自卑 但是就是说他对于 可能因为我在工作上就比较外放一点 所以他就会一直觉得很怕失去我 所以就会把我抓得很紧 然后本来我们交往也很顺利 但是就是慢慢的他越抓越紧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很烦 然后反而没有好好地去跟他沟通 只会一直不断指责说 你为什么要这么没安全感 你为什么这么想 但是就是当时我看完这个绘本之后 我就觉得我没有很后悔的 很坚定的告诉他说 其实我当时在这么多的美丽的话里面 最羡慕的就是你 然后以及他 我就是爱他黑色的毛 这是谁都没有办法取代的 那其实他做这些事情 他最想要的是安全感 是想要感受到我很重视他 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不用去区分 谁比较亮眼 谁比较暗 其实也没有谁或谁好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好的地方 我看重的是他另外一个内敛的自己 那重点其实不是谁或谁好 而是我们拥有彼此 然后继续走下去 那所以我就是觉得说 当时如果我们都能够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 他能够去理解他的独特的地方 那我能够去体谅他的这个想法 然后并且很坚定地告诉他 我就是爱他这个黑猫 那我想我觉得 我们还应该还是可以继续走下去 对 但是 在这本书当中 白猫很轻易地得到很多的注意力跟喜爱 那虽然白猫是爱着黑猫 但是对黑猫而言 我觉得对黑猫而言 他要就黑着 然后可以相信说白猫是喜欢他这样的存在 但是他很多时候需要去克服那种 你说自卑也好 或者说他也可以是一种愤怒 就是所有的东西 如果他跟白猫走在一起 所有的好东西都被白猫直接劫走 就是如果说别人的喜爱是好东西的话 那这样子的心情 即使白猫喜欢他这样 他要如何去 你觉得他要如何去克服那种 新鲜自卑 甚至是愤怒的感觉呢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给很多 我觉得不是只有黑 应该说大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因为其实连像白猫 可能在刚刚我说的我想白猫 但是其实我有时候也像个黑猫 因为很容易去跟别人比较 尤其是不管是现在 就刚刚说的社群媒体 以及我觉得我身旁有非常多厉害的人 那我常常会觉得 他怎么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 做到这个位置 或者是他怎么可以又有时间去 生孩子又有时间念MBA 或是整整就是我常常会去羡慕别人 那我就会忘记说 其实原来我自己 也有我的特质 或是我也有很棒的地方 那我觉得 其实这可以透过很多 比如说像我现在做的方式 就是我会去写下 当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我会去写下 我的优势在哪里 然后不断的去提醒自己 虽然我没有那些 但是我也有这样子的力量 或是我可能想法比较正面等等的 是的 其实我觉得白猫跟黑猫 如果像正经就是说的 我们把它放到两个人 关系当中来看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对比 或是相议 或是非常反差的特质 那我们其实在伴侣的关系当中 人常常会受到相反特质的影响 就像黑猫他欣赏 他就自己就是黑猫 他真的不需要再找一只黑猫一起 但是在这个互补的关系当中 其实我们需要克服的 或许就是刚才所说的 许许多多的自卑 自我怀疑 有时候其实有些自我比较强大的人 他是会去贬低另外一边 因为这个 我想这个绘本也很有趣 他也可以发展出另外一个面向 我在看的时候 其实我想到我们生活当中 也有很多的人 他可能扮演黑猫的角色 但是他并不是自卑的 他的自卑可能转为一种防备 一种防卫 心里全然说防卫 防卫的方式 他可能会觉得说 白猫你为什么这么容易沾染 别的颜色 你为什么就这么的 就是喜欢滑重取宠 或者你就喜欢 人家就是喜欢你啊 夸奖你 有时候黑猫也是会 某些黑猫也是会攻击白猫 所以有些时候 我也看过 其实郑金刚刚讲了 给我一些灵感 我也看过很多 本来是白猫的人 因为遇过一两次 跟黑猫交往的经验 然后被攻击得很惨之后 不敢当白猫了 把自己涂黑黑的 也有 其实我也有一点点 对我也有一点点 但是我就会变得说 是不是像他说的 我是太喜欢沾染这些颜色 或等等的 我就会把自己也 隐藏起来 嗯 我想每个人 每个人心里面都有这个 阴暗的部分 我们先休息一下 让大家感受一下 心里面的黑猫 大家好 回到邓慧文时间 和我在一起的是 正经 一本正经 那个 我觉得听正经讲话 非常有意思 就是 听起来是很正经的 说着非常感性的事情 我想在你的身上 应该有着 理性跟感性 两种特质 很微妙的交缠跟融合 所以你刚刚 就是跟大家分享了 在情感上面的体验 其实我想大家 可能也会很好奇 说像这样子的人 就是说 对很多思维 你说可以一二三 像你刚刚说的 喜欢商业的书籍 这样可以step one two three 可是其实上 你对很多事情的感触 又非常的敏锐 我想有这样 共同点的朋友 都会知道说 亲密关系 对这样的人来讲 有时候不那么的容易 就是说 因为你其实会看到 很多事情 你也会要求自己 做得很好 所以这是正经跟大家分享 白猫黑猫 这个绘本 听起来 这个绘本 应该是 全年龄的人都 可以从里面看到 自己的东西 小朋友有看到 小朋友的东西吗 而且其实我觉得 我也蛮想分享一下 他的 虽然我对绘本 不是真的很专业 但是我当时看到 这个绘本的时候 我觉得很特别是 他是用毛笔的笔触 来去做整个作画的 我觉得蛮好玩 是因为 其实对我来说 毛笔就是 像以前炼字的时候 用到的 我都不会想到 他可以来做很多 画上面的一些风格的改变 那包含比如说 他有些水比较多 他可能几个笔触 他就画出了一只猫 那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猫跑走的那种 突然不见的那种速度感觉 所以我觉得蛮好玩的 就是感觉很像很随性的画 这个画 但是又表现出 这个想要传达的故事 所以当时我就看到 这个画风的时候 我一开始觉得 老实说我觉得 一开始觉得有点 有点什么都随性啊 这个画家 但是我就慢慢看下去的时候 我就觉得 他的那个笔触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尤其是他对颜色的那种选择 我觉得蛮好玩的 是你这么说 我想起就是其实 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其实当你去画这样子的影子 然后你觉得你在画一只猫 快速的跑走的时候 心里会得到某种的疏解 某种的疗愈 很疏牙 是不是 然后你提到了 我想到刚才 有一个部分 你刚刚在讲故事的时候 整个带过去的部分 有一个是说 他们会 也会跟其他的猫打架 然后一起去洗掉 他们沾染上的红色的血 我觉得那里其实 也很有意思 因为在绘本里面 附的这个 导读里面写的 是说黑猫其实 会一直在比较当中 可能忘记了自己 就跟所有的猫一样 是流着红色的血液 我觉得那种在打架的时候 流出血液来的时候 会感觉到自己火生生的 或内在的那样子的东西 其实那一夜 我的感受蛮强烈的 当然这个要讲到说 这个大家要用抽象的思考 不要用这个僵化的 有些人会 精神心智状态 对精神心智状态 不太强壮的人 比较脆弱的人 有时候会把事情想得 比较固化或僵化 对对 可能他 这个意思不是跟大家讲说 真的要去打架 流血 千万不要往这边去想 如果有这样子的问题的话 一定要好好的去处理 我们谈的是一个 抽象的感觉 每个人他可以知道自己活生生的 那个生命 那生命也有他的脆弱面 但是也是他鲜活的地方 是 那么白帽黑猫 郑金金还有想要告诉大家什么吗 其实我就觉得 其实这真的是一个 就是我常常真的是会在 尤其是香港是一个 很竞争的一个城市嘛 所以我觉得我常常会 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忘记自己的 就会对自己很多的反省 我也是觉得 我会是羡慕别人 然后我觉得这本书 真的是我一个 我都会放在床头 就是在我起床的时候 或是当我比较低落的时候 我都会拿出这本书 然后看一下 然后觉得 好像又有一点精神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 我也蛮想要 像刚刚正医师所提到说 怎么样让自己 能够 比较去有自信或什么的 我觉得其实可以有一个信念 或是一个信物 像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传达给我的一个力量的一个东西 那我觉得 大家也可以拥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然后它就是一个提醒 当你遗失自我的时候 或是忘记自己的优势的时候 可以拿出这个 然后 或是看到它 你就会想起 是 好的 谢谢正经 所以大家可以找到这本书 那我这里其实有一个联想 大家如果有收听节目的话 可能记得几周前 我们介绍了这个 新经典出版的蓝蓝 这样子的一套 也是图文书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蓝蓝里面 讲的那个情节 跟刚才正经跟我们 这个白毛黑猫 让正经说起来 说书了以后 内容真的变得很丰富 我知道大家可以两个 我觉得大家可以推荐 大家对照的看一下 正经可能还没有看到蓝蓝这个书 因为你可能在香港嘛 那其实是日本的一个算是就图文书 就其实也不能说是漫画书 反正就是画画书就好了 那它里面的那个女主角也是在很努力 适应他人的眼光的过程中 一直想要去雕塑自己的心体 可是最后在一段恋爱的关系当中 他感觉到非常的挫败 因为他终究没有办法假装成那么彻底 那对 所以那一次是很受挫 可是受挫之后 他慢慢找到自我 也找到了自信 所以他又谈了一次恋爱 可是这一次这个对方 其实是比较自卑的 所以刚开始他们在一起 是惺惺相惜 但他后来他自己开始 例如说他要成为诗人 他开始有作品发表的时候 他的另一半 其实不太能承受 他在作品里面描写他们的爱情 虽然他们非常的相爱 因为另外一半是很自卑 他可能就像某种黑猫 他没有办法忍受被观看 或者他也没有办法 沾染任何就是别人的色彩这样子 他可能有很深的一个 比较固着的性格 或者很内敛的性格 所以他在这一点上 就感到非常的痛苦 最后他们两个在非常理性的沟通之下 是互相祝福的分开 因为本来这个男来 就是这个女主角 是觉得说 男朋友比什么都重要 他可以为了他不当诗人 不写诗 不再做让他有自信的事 都没有关系 只要能守住他就好 但是那个男生 很诚恳的告诉他说 可是你就是在做自己的时候 最吸引人 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你 那所以他们其实是 可以说是必须要分开 因为如果在一起的话 对那个男性来讲 现在是太大的压力 可是或者说 如果这个女的去 如果不改变 在一起的话 对男性是太大的压力 可是如果要这个女生改变 这女生就不是他了 那这个过程 也是我们应该 最近这一个月内当中 谈到的 很有共鸣的主题 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在一起看 好那我们再来 正经还有准备 另外一本很棒的书 要跟大家介绍 这本书真的非常的温暖 这是 对 总有一天你会懂 对 这本书其实 就像我刚刚说的 就是其实我最近失恋 然后就蛮痛苦的 我觉得这应该很能够 因为应该很多人 有分享自己失恋的事情 有啊 我们有时候call in的时候 如果是失恋主题call in的时候 真的听了会想哭耶 对 就是其实我觉得我 没想到这么痛 就觉得 会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 有点走不出来 对 然后就是 这本书是 当时我觉得 算也是解救我 在这个痛苦的漩涡当中的一本 我觉得我蛮喜欢的一本书 然后 他其实是在讲从出生到一百岁 然后每一页都是用很精简的文字 然后去搭配那个图 然后去讲说 那个时候你开始去明白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 你知道很多妈妈会帮孩子寄一本这样的书 你知道吗 你还没有当妈妈嘛 对不对 我还没 我还没 例如 例如 我在一个半月 我就寄我女儿一个半月的时候啊 我在寄她 因为 因为她 我是没有 没有给小孩子吃奶嘴 可是因为在月子中心的时候 如果你不吃奶嘴啊 会 就是好像会给人家添麻烦 小孩子哭 然后 哭 对 然后那边照顾的 护士小姐就会一直明示暗示 明示暗示要我们让她吃奶嘴这样子 因为比较好安抚 那我一开始一直不愿意到 后来就是 就是亲友提醒我说 你已经快要雇人院了 赶快买一个奶嘴 所以我们就让孩子用上了奶嘴 那用上奶嘴 但是一回家我就 要把她戒掉嘛 所以在她一个多月的时候 我开始有了 想要记录这个事情 以后给她看的心情 因为那时候要她戒掉奶嘴的时候 她当然非常的生气嘛 就会哭闹啊 要什么 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把她 那个记下来啊 就说一个半月的时候 你觉得失去奶嘴 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事 但是你三天就好了 对 我觉得很不错耶 是 像这样的事 对 就对小朋友来说 要失去奶嘴 可能是三天就好 就我觉得 这是很棒的 就当她长大之后 她回去看 可能那个时候 她三岁觉得失去奶嘴 是很天大的事 但可能十岁的时候 就发现 失去奶嘴还好 但是十岁的时候 又有另外的烦恼 我觉得这是很不错的一个 所以她十岁的烦恼心的事情的时候 你让她告诉她说 你一个月的时候 烦恼的是奶嘴 我觉得蛮有味道 我们也都希望 有人帮我们记得这些事 所以这本书 其实有点像是这样 不过她一直写到一百岁 所以震惊几岁了 你几岁 我三十 你有没有拿到这本书 赶快翻到三十 你看看 有 没错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翻到三十 三十 你发现 你发现快乐是比较出来的 你发现快乐是比较出来的 你现在可以体会这个了 完全 可是就在前一年 二十九的时候 然后你还没学会在星期六的夜晚独处而不感到难过 你现在可以了吗 最近不太行 但是我觉得我慢慢越来越懂了 就是以前可能会觉得要把自己生活填得很慢 我不太会自己独处 然后就会有非常很常去跟 把自己的生活就很多才多字这样 但我觉得现在慢慢的就会回到 尤其是三十岁之后真的会回到自己身上 然后去想说自己到底在乎的是什么 给自己一个时间 然后跟自己对话 我觉得那真的是很不一样的 我真的是三十岁之前 或者二十九岁之前 我真的是完全没有这个时间 是那你应该还没看到后面 对我还没看到 我跟你讲我也跟你一样 我想每个人都一样 先看了前面几页啊 然后有一些共鸣之后 就会想要看看说现在自己的年纪 那我翻到蛮中间的 我翻到这个我的年纪那一页的时候 他他是因为他是延续前面的嘛 他说也许你四十六的时候写 也许你现在明白 逝去某人是什么感觉 然后四十八就是从而懂得珍惜快乐 他就画了一整桌 大家在聚餐 就是可能有不同的辈分 就像一个大的家庭聚餐 我看的真的很感动 因为你要到我们这个年纪 觉得家庭聚餐是最值得珍惜的事 很难的 对可是你知道现在都不行 你知道吗 这几个月不能这样聚餐的时候 这对我这个年纪 是很大的一个压力 好 但是没关系 那我打岔了这么多 我们先让大家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听正经怎么讲这本书 好 好的 大家好 这里是邓慧文时间 和我在一起的是 从香港连线的说书人一本正经 正经 那正经跟之前我们邀请过的来宾新扬 他们都在做听书说书的 这样的推广工作 大家可以在社群网站这个IG上面寻找听书 就可以看到他们定期的介绍很多的书籍 还会很贴心的给大家拍照 有一些缩图 像绘本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我们目前跟正经在谈的是 总有一天你会懂这本书 这本书的作者 这是天下出版的 这个作者的名字 看起来他是哪一国人 我来查一下 这个海可法乐 他从零岁到一百岁 有的岁数他有两个 例如说四岁四岁半 然后他把这每个年龄 可能你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写下来 例如在这个一岁半的时候 你学到妈妈走开以后还会回来 这就是信任 他的图你就会看到一个一岁半的孩子 坐在那个高脚的餐椅上面 然后妈妈在桌子下面捡他掉的汤匙 这真的是画面述说的很多 来那正经我们听听你怎么介绍这本书 好的 包含我看到他写说渐渐明白将快乐的 就是相对的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 我看到那个文字的时候觉得哇 对三十岁的时候真的有这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我也很特别看到三十六岁 他写说梦想成真了 但可能跟想象的不太一样 这个是我还没到那个年纪 但是我总觉得这好像都是这个年纪的时候 会开始有的一些想法 那个年纪的时候 然后我按照计划退休了 然后我就开始 我就开始做另外的工作 那个年纪 那个你说三十六吗 因为我本来想我三十六岁要退休 所以三十六岁我就从医院辞掉了我当医师的工作 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会开始了我后来的工作 新的 对对对 新的旅程 对非常有趣 是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他整本书 其实搭配非常多图画 大家可以慢慢去品尝那个图跟他的文字 因为他文字都很短 但是我觉得他想要传达 就是说其实大家对于这个世界那个观感会慢慢的改变 那很多事情拉长来看的话 不管是就是现在来看未来 或是未来来看现在 就会发现其实有时候当下觉得过不去的看 这些都不是过不去的 那这些高高低低起起伏伏 还有慢慢理解的事情 这就是人生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本很疗愈的书 就当下我记得那个时候 就有一次很奇妙 就当时我就刚好分手 然后又香港有社会动荡 然后最近又肺炎 然后等等 就那时候我就搭着车 我就觉得这个时代 我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 还有我现在在一个这个觉得生活很痛苦 然后我就记得我在地铁上面 然后我就整个时间停止 然后我在看那本书 然后我就觉得自己的身体 好像飘出了 就灵魂飘出身体 然后就在往回望着 就在那边的我 然后这个灵魂呢 就好像是50岁的我这样 然后我就在想说 那时候如果50岁我穿越时空 然后回到这个moment 我会告诉眼前这个女生什么事情呢 然后我就会觉得 她会告诉我说 这就只是一个过程 就是那时候我就 有一种觉得 就是我现在觉得我过不去 觉得好辛苦哦 为什么一个人要在异地啊 要在香港 但其实我如果拉长来看的话 我未来来去看到我现在的我 其实 好像这就是一个人生的过程而已 这样 嗯 你说的这个画面 你说的这个画面 那个台北捷运有过这样的广告 哦真的吗 嗯 就是 就是一个人坐在车厢里面 然后往右一望 是她国中的时候 她打扮就是穿着国中身的样子 然后这边是上班族的 她那边是以前的 所以她可能回头看一下 对以前的她微笑一下 或者是 我记得有一个是男生的 一个是男性的 一个是女性的 那个广告我常常会驻足在那边看很久 就是很有感觉 你刚刚说的那个让我回想起 呃那样子一个意见 我想很多人都会呃试着做这样的事 最近因为呃好像有一个那个 有一本书 不知道几十周年的记忆 好像叫情书是吧 那我好像看到出版社 之前就发起了一个活动 就是让大家写信给 是以前的自己吗 还是未来的自己 反正我不知道是写给以前 还是写给未来 因为看到一些人写的 真的就觉得很有共鸣 那那也许 我觉得现在 或许你可以写信给十年后的你自己 对 我觉得有的这是很好玩 是就是 呃我觉得我也可以写给十年后的自己 或是我假装我是五十岁的我 来告诉现在正在三十岁的我 什么话 嗯 就是我 我觉得这都是蛮疗愈的一件事 就是呃 因为我们常常就只能会陷在一个情绪里面 然后觉得 哦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看不到外面的 但是其实如果时间拉长来看 就会觉得 欸好像也还好 嗯 欸那那这我我现在有个idea 是个搜主意 是搜主意 好啊好啊 你也可以写一封给十年后的前男友 你前男友 哦 你你现在如果这么难过的话 你你也许写一封信给十年后的你自己 你也可以顺便写一封给十年后 但是 欸很不错欸 但是十年后看情况啦 不一定对方会欢迎这封信 就破坏人家家庭 不一定啊 但是但是也许人家很欢迎也不一定啊 嗯 也许也许人家会很欢迎这封信也不一定 呃 我听过一个故事 我觉得很不错欸 我觉得这次很不错 我跟你说我听过一个故事是这样的 呃 男孩跟女孩是从大学就在一起的恋人 那后来女生因为比较早入社会 呃 所以男生可能还在当兵啊 就学 所以女生觉得她生活当中很多的变化 没有办法跟她的男朋友 就是像以前那样分享 对对对 那所以女生就呃 呃 有了另外一个在生活上可以提醒她或指点她的一个比较像是指导性的男的新的男朋友 嗯 那他们就分开了 那分开了之后当然历经了很多也许一二十年有吧 那经过了很多次的感情关系婚姻 那这个女性其实深深的呃 也不能说是遗憾 但是她非常清楚知道当初的分手是怎么发生的 嗯 然后也会有点呃 觉得可惜说当初如果彼此更加了解一点 有点像你刚刚说的 如果女生了解她自己的状态 然后男生了解她自己的状态 也许他们那时候会在洗手度过 也不一定 嗯 那所以她其实是在二十年后 呃 试着要把呃 对于当初为什么会分手的一些理解 让她的前男友知道 所以她做了一个书写 那这个这个书写当然 我们二十年后 你很难假设对方欢迎这封信吗 对不对 嗯 而且她就她就把她呃 放在一个就是很中间人的地方 嗯 然后呃 那这个 她要这个中间人说 你不要告诉我 她有没有把信拿走了 好 就你现在不要告诉我 再过二十年再告诉我 哎 我觉得很不错耶 嗯 而且我觉得在书写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觉得某方面 是我一直很想告诉她的话 嗯 但是我可能没机会告诉她了 嗯 或是我现在没有这个机会告诉她 嗯 所以 或许透过这个方式 我觉得也是一个 我好 可以告诉我自己说 哎 我其实把我当下很遗憾 没有跟她说的话 都 把 她书写在这个信里面 嗯 我觉得蛮好的 嗯 好的 我们让大家感受 我们今天不知道 有没有挑起很多人 失恋的记忆 我们休息一下 好的 回到顿慧文时间 和我在一起的是正经 一本正经 我们谈的今天 一个是绘本 白猫 黑猫 另外一本是 总有一天你会懂 从零岁到一百岁 各自选取了一个 那个年纪 最动心的一个体会 嗯 好 那么在 今天我们也听到 正经跟我们分享了很多 呃 对人生的一些体会 一些想象 我其实有点想 跟大家读一下 这个 九十九跟一百的地方 好 因为她 她 她最后 她 对 一百是空白 那个 我 我最近看到的是九十几啊 那个 在九十几的时候 好 九 应该从 九十 好 九十 大家有没有想过 九十岁的时候 是怎么样 好 她这里是从 八十六 八十六岁 八十六岁的时候 写的是 事物每分每秒 都可能发生变化 八十七 你的另一半 也许病了 八十九 是的 那很难挨 九十 人生苦乐相残 九十一 老友为伴 福福何求 九十二 死亡那又何妨 人中有一死 九十四 每一年 你把果酱空罐 收进地窖 心中总会想着 谁知道 还用不用得上呢 九十五 然后你又酿了一年的果酱 我觉得这里 如果你有过奶奶 或是跟老人家相处的经验 你会很知道 她在说什么 九五 你又酿了一年的果酱 然后应该瓶子 又收起来了 也不知道下一年 还会不会 还会用得到 九十六 又迎来了一年春天 九十七 大家问你 各式各样的问题 比方说 人生教会了你什么 九十八 那偶尔你会觉得 你仿佛又是从前那个孩子 九十九 这一生你学到了什么呢 然后他不是前面写说 零到一百吗 所以我们都会往后翻 要看一百 对不对 下一页是空白 好美哦 我也觉得 我觉得这空白 就很像是电影那种 不是就是会 最后会留一个空间 让你去思考 我很喜欢看那种电影 就是我不喜欢 告诉我结论是什么 或是结果是什么 是留一个 最后的空白 然后就停在那里 就会 给你一个时间去想说 那对啊 那我 学到什么呢 或者是 一百岁的我在哪呢 或等等的 你知道吗 我今天听你说 我觉得有一种 非常奇妙的 美好的感觉 因为我 我其实 我在想象说 我比你大了快要二十岁耶 应该说比你大了快要二十岁 但是我在听到你 在看一些事情的感触的时候 我会想到就是 尤其我们一起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会想到说 人生那个不同的阶段 然后有一些东西 其实你过了一段时间 他沉淀下来 不是忘记 但是会有点遥远 然后你跟一个在不同阶段的人 聊的时候 会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 在复苏起来 就是那个 那个不是说 不是说忘记 可是那个 那个情感跟那个能量 是会活起来 包括说我们刚刚一起在听 那个老的状态 郑姬你 我其实很好奇 你一个人在香港工作吗 就是说你的家人都在台湾 嗯 全部都在台湾 那你这样多久了 就是你一个人外地工作 常常在外地多久了 对 常常在外地 很久了 三年多 三年多 就是不同地方 有香港 然后之前在马来西亚 还有在北京 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 我是一个旅人 嗯 就是 虽然跟家庭感情非常好 但是 我一直都在路上 就是跟他们 是很远 然后不管是家人朋友也是 所以 我常常会有自己独处的时间 或者是 也会也怀疑自己的时间 很多时候 对 所以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 就是会让我 觉得 我是不是不应该理想背景啊 或者是 我应该 是不是怎么样 就是常常也是 蛮多时间是怀疑自己的 有时候也会那样子 疑惑吗 就是说 例如说你现在追求的 为了你说 想要实现的东西 待在异乡 有时候是觉得 一定觉得很值得 但有时候也是会困惑 是不是 对 所以就是刚刚有一个36岁 梦想成正人 但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这个我就听看到 就啊 该不会 我梦想36岁做到了什么 我想要达到的目标 但或许 那时候又 又不是我想要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没有一个预设子 但是我就会再去想这件事情 就说会不会 但是在我现在这个状态 其实我是还是坚决是 我做的事 我想要做的事 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未来 也就会突然去想说 那是不是 就是不是 到36岁 好像什么都有了 那是不是 是我要的吗 这样 所以我觉得 其实看这本书 36岁 什么都有了 对 还早呢 没有 因为他写说 因为那本书嘛 就是36岁 那本书里面就写了 这个这句话 那时候我看这的时候 我就有反思这个想法 对 是 我觉得蛮好玩的 是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 其实就是 也是真的蛮好玩的 就是在我看每一段的时候 我都会有一个自己的 我就会想一下 真的我那时候就这么想 或是 我会不会以后会怎么这样想的 这样子 我想人生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们不太能确定 之后会怎么样 对啊 就像 你还剩下很多不能确定 是怎么样的 那个人生的刺激度 跟 趣味 是一种浓度啦 对 那么已经活到 这个 这个 剩下的很少了 就是假设说 120岁了 大概有一些事情 不过120岁 你也不见能预期 明天会怎么样 所以 所以我想永远抱着这样子的 对未来的一个好奇 然后把你过去曾经体验到 跟发生的事情 作为你的一个基础 不管是酸甜苦辣 都是属于你自己的一部分 那 人生 与你而言 就是彩色的编织 好 非常谢谢郑金 今天特别跟我们联系 也分享了很多 应该说非常很多 你很真诚的感觉 我想 会打动很多人 希望我们有机会 再跟你一起聊 也希望你在那边都平安 好 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